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既然来皈依师父开示几句 得知道皈依佛们的意义 否则皈依后拜拜佛便回去 也不晓得皈依三宝是要做什么 有什么意义 图具形式再一点作用也没有 你们以后可常上山来拜拜佛 多接触佛法 社会的意识观念要尽量淡一些 有烦恼时要一句佛号提起不断 这样念头有个归处 才能对峙烦恼 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 自然渐渐没有烦恼 智慧清明便能走出一条解脱路 免再堕入生死轮回 而我们这一趟人生走一遭 才有个目的 要知道 我们这个人生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得这个人生不要过人生节 利用这个人生来度我们种种的贪恋 来度我们的生老病死苦 要知道佛菩萨是由人生修行而成就的 三恶道也是由人生造业而去的 我们这个人生包含了死法界 为善为恶 超生或往下堕落 都是经由这个人生 这是个转列点 是个结束不可忽视 徐姓姐姐指着对面座的妹妹 对了和尚说 师父 我这妹妹是台大哲学系毕业的 留美四年 专门研究哲学 尤其对佛学颇有涉猎 现在已经取得硕士学位 想要自己走出一条路 以佛学为基础 来教东方哲学 在美国弘扬佛法 师父认为这样行得通吗 一个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 或是一个思想很丰富的学者 想以居士的身份 用自己的思想形式来弘扬佛法 那是不可能的事 师父 我现在想在出国继续深造 取得博士学位 师父认为如何呢 你到美国去 再怎么念 再怎么钻 都是陈老 只是突然为自己多造点业 到头来也是一场空患 你不可能由那里得到安乐解脱 自有烦恼 妄念越多 那些形式上的社会意识观念 会缠辅得你动弹不得 对对对 这个唯有同感 在美国四年真是吃尽苦头 哲学方面的书实在是太多了 那些思想观念 真的把我的头脑塞得都要爆炸 而且使我无所适从 觉得从这一条路也不对 走那条也不对 想自己走出一条路子 又不知从何走起 也走不出来 在那里钻来钻去 钻不出个所以然来 每天头都很痛 生活又紧张 实在很痛苦 社会上的学问 不论是科学 哲学 医药学 都是形象上的学问 是自标的 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脱 胡亦曾想过要出家 可是总觉得自己肚子里空空的 所以又不敢来出家 若要出家 没有东西才好 如果你还有什么东西 那就不好 出家学佛是没有文字像 也没有形色像的 这是一条解脱的路 心无挂碍 你在外国求学 是不是也要帮人家扫地 洗碗 做种种杂物来过生活 出家也是一样 不论你是大学生 是博士还是不识字的 也都要从扫地 批柴 种菜 煮饭等杂物苦行开始 慢慢消除你的业障 渐渐的智慧清明 而得到解脱 过去的佛菩萨 他们是这样做 这样修 而得到解脱成就 我们现在寻找过去 诸佛菩萨 所修习的路径而修 自然也会得到 和佛菩萨相同的结果 否则 怎么称为学佛 学佛便是随过去诸佛的作为 修习而学 而不是把学佛掛在嘴边 写在文字上 或放在学术思想研究上 便能成就的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修行是修心 是脚踏实地 实际的身心修持 有一天晚上约安板时间 有台南的信众 包数量游览车 潮山上成天寺 在大殿礼佛回向后 老和尚来到大殿 向这些信众开示 你们在家人 头发还盖着 自己还是一生的业障 要如何去替人家超度消灾 你们在家人去替人家诵经 超度消灾 反而会增加自己的业障 有一位女居士 请问老和尚 我学佛三年 什么都不懂 只晓得念 南无阿弥陀佛 可是有人说 佛 魔 只差一点点 不晓得怎么样才是 老和尚答道 佛 魔 都是我们想的 正念就是佛 邪念就是魔 我学佛才短短三年 只知道念佛 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山上 只有两三个月住在家里 我在山上念佛时 有一种感应 就是我家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会知道 你这样就是没正念 挂爱家是念佛不专一 有杂念就没正念 你刚才说要学佛 学佛就是对世间的念头要放下 曾经有位外道说 我要修道长生不老 老和尚说 我这个身体没有寄托 但我的灵光有寄托 有个地方可去 有一天灵光会离开这个甲体 但我对身体早有准备 灵光也有个去处 就是身体归世大 灵光往西方 那你呢 我的灵光在宇宙万物 灵光寄托在宇宙万物很危险 还会改头换灭 世生中还有份 言所见 有生必有灭 宇宇宙万物 才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佛 所以才酸管齐下 来加速效果 老和尚说 学佛的人 首先要有忘我 和喜舍的精神 所谓了生托死 就是这个意义 众生无死以来 轮轮转于六道生死 如果执着这个我 就无法了脱 就无法了脱生死死生的轮回 你既然爱惜身体 为自身的强壮来学佛 这样连小圣也难入 何况大圣 大圣以舍身为菩萨的行持 更何况你又在道教佛教两边中寻找徘徊 实在无以可乘之处 非正道之为也 有居士三人来拜访老和尚 向老和尚问说 我听人家说 念佛镇三昧 打坐能入定 老和尚说 你是听人讲 还是说你自己 我是听人家说 师父您 以正念佛三昧 打坐能入定 你说我 这我就有根据 若是说别人 我就不知道了 不论大众多少人在一起念佛 自己都有个主 一直念 念到一心不乱 心很定死 顿一下 大众的念佛声 顿到地下 虽然我们并没有在地下念 但地下仍是一片佛声 念到声音都整齐时 又顿一下 这些声音飘脏在半空中 好像大家都在虚空中念佛似的 所谓片虚空都是念佛的声音 这个情况 我认为是念佛三昧 你认为是不是那是你的事情了 像这种境界 能保持多久 一星期 半个月 还是半年 不论什么时候 都保持这个佛声 无论鸟声 车声 扎声 都是佛声 如果你还有分别鸟声 车声等 这就跑出去了 现在有的人念佛 这是口念 心却跑出去 这就是杂念佛 散乱念佛 我和师父心印心 你还有一个心 一个印 还有一个心印心 这人还是有个我 心在哪里呢 你们三个人来 你们问我 我还有跟你们讲 你们回去了 我也没有了 没有你在跟我讲什么 您是大彻大悟的大善之士 那是你在讲的 我没在做什么 师父 您是一个大开悟的好师父 那是你在讲的 我没感觉 有位居士问老和尚 有一种人性外道 但做人很好 请问他将来会到哪一届 老和尚说 这是你们的分别心 我的看法是看每一个人都一样 每一种宗教都有它某种程度的好处 都对社会有某种程度的利益 这不是你好我不好的问题 而是层次上的问题 那修行到某种程度以后 对于往生西方 是不是自己能够知道 只有到临死时才知道 人人都可成佛 只是夜感不同 虽有早晚不同 人生难得 要努力修行 地狱畜生 这都是我们自己去的 成佛做主 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要成佛 一定要经过人这一大劫 要把握机会 好好休息 有某居士团体 来请示老和尚 问道 您对待业往生的看法如何呢? 老和尚说 待业不能往生 经典中的待业往生 不是一般人说想的那样 你有愿心要往生极乐世界 临命中时如果业力大于念力 那还是不能往生 但会因你的愿力再转为人生 再继续念 如此转了几转 一直念到你的念力大于业力 就能往生 如果转生时 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里 那不是就不念佛了吗? 不会的 时候到了他的愿力 自然会促使他念佛 有愿力的种子即可促使他念佛 请问老和尚 有的人很有修行 但临命中时却还会生病或遭到意外 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是否为定业难转? 可以说是定业难转 也可以看的是成愿还业 有人会说 他那么有修行 难道不能以修行之力 克服业力吗? 我可以说 就是有修行 才会遇到这种苦难挫折 这正是他修行的功德 使事情在这一次就解决了 有一位医师问道 请问老和尚 要如何打坐才能打通气脉? 不必打通气脉 只要一心念佛正念佛三昧 所有的气脉自然全部打通 心归一的信徒 请师父教他坐禅 老和尚说 念佛就可以 念佛念到正念现前 没有杂念 心安定下来 自然就会做得好 做得久 这是最快的方法 否则一坐下去 都是妄想纷飞 有位女信徒 请问老和尚 《金刚经》中 《义和像》的意思是什么? 《义和像》的意思包含很多 例如和别人共事相处 能够和和无碍 这也是一和像的一种 如果《义和像》 如果常诵金刚经》 虽然还没行到那里 但也可以悟出道理来 有位女信徒 一心一意要上山出家 已了却缩婆苦 老和尚明白地对他说 世俗社会 固然有种种的挫折和磨难 但不要以为出家 就可以避开这些痛苦 过清净舒适的生活 事实上 出家更是有各种的挫折和苦难 来折磨你 知识所不同的是 世俗社会的苦 是生死轮回的业 再如何奋奏、吃苦 人是逃不出六道轮回的路 而出家所受的种种刺激和挫折 却能够敲醒我们的决心 由其中历练出解脱的智慧来 终而了脱生死 老和尚在课堂对信徒开示 有信徒问说 如何可以得到解脱 老和尚说 念佛 念佛收舍妄念 能开智慧便能解脱 不念佛在妄念纷飞 想东想西 脚业障如何能解脱 某居士 世代笃信佛法 早年藏亲近 虚云老和尚 这次来台 仰慕老和尚的道风 专程上山参拜 居士见过老和尚后 便对老和尚表示 人生短促 今后将一心一意 走修行这条路 看能不能了生死 老和尚说 现在民间信佛 大都佛道不分 把佛菩萨神明搞在一起 乱信一通 而且在世俗中 人人都被名利两样交得团团传 天天都在打名利的妄想 像沉睡在迷梦中不知醒一样 这样要学佛了生死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所以我就想 早点把担子卸下来 专心走这条路 话是这么说 你还是有所挂碍 你仍是在挂心里的孩子 全家大小 我们修行就是要修着 爱别离苦 生老病死苦 你要知道 我们投生到这人间来 有父母兄弟姐妹等 这些都是属于四生轮回中的一环 今世父母生我 以后我再生别人 彼此辗转相生 再加上我们的杀业 现在你杀我 死我 以后我杀你 死你 杀业不绝 冤冤相报 这样一下子生为人 一下子又沦为畜生 在四生六道中 来来去去 永悟止息 六亲眷属就是我们轮回的伴侣 现在 你既然晓得 学佛 拜佛 也会共佛 共法 共生 这也是过去有种善根 学佛了 更应知道来 拥护佛法 居士在家学佛 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 这是免不了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有所节制 能够吃得饱 穿得暖 一切能过得去就好 把所剩的钱财拿来供佛 供法 供生 做功德 做个护法 这才是在家居士所应做的本分事 那我们在家人 应该修持哪一种法门 在家居士想要修得如何 那是很困难的事 还是放下一切 一心念佛 求待业往生 不要再度娑婆 才是最稳当的 我们出家人 有的为了度众生 发愿还要再来这个娑婆世界 但这个愿 也要本身有达到菩萨的境界 才有把握 否则 一来很容易就迷失掉 又被迁入轮回中 这是很危险的 现在的人学佛 自度尚未成 自身还是一团泥沼 就想度自己的清卷 结果度人未成 反被人度去 学佛人自度无瑕 还去千万挂碍清卷 这样子 世俗念头不易转过来 想要修成了生死 就很为难了 这个人生 就像在演电视剧一样 个人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剧情发展悲欢离合 喜怒哀乐 看戏的人也随着剧情忽喜忽乐 忽悠忽悲 而这好物忧乐 也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眼根 对沉静 在分别驱舍而已 我们看说破世界也是一样 顺境 逆境 善的 恶的 心境随之起伏 而不幸的是 我们的习气深重 眼根对境 见恶易随 见善难喜 看到恶的 弃合自己的恶性习气 就随顺而去 而听到佛菩萨的事迹 和种种的作为 却心生为难 认为那是佛菩萨们的境界 自己是凡夫 如何学得来 心生退却 对佛菩萨自有空战态 结果好的没学到 坏的却越染越深 这就是本身没有誓愿力的缘故 我们修行 就是靠我们的誓愿力 在成佛的 自古以来的佛菩萨 像文书 普贤 观人等 无不是靠着他们本身的誓愿力 修苦行而成就的 84岁的林老居士 曾经身体不适 一度心脏停止四十多秒 全身失去知觉又苏醒过来 自为死而复生 上山请求老和尚 指示人生之道 老和尚回答说 像居士这般年纪 实在应该放下身心 一心念佛 不要再留念这个假壳子 当时我是都放下了 不过我现在还有一个愿 在《无量寿经》里的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说 十方众生 只要离命中时 称念《阿弥陀佛圣号》 便能蒙佛接引 往生西方 所以我认为 《阿弥陀佛圣号》 是要离命中时 正念现前 《阿弥陀佛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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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成佛做主是靠这人生来修成的 如果不知道要修 还为这个身体的衣食住行等的享乐 无所不用其极 造无量的恶业 那么三恶道中四生之内 还有我们的份 所以这个人生实在是转列点 是个人生节 我一向都是念佛 希望能让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西方 念佛要有愿力 西方怎么去 西方是靠我们这个要往生的愿力到达的 没有这个愿力是不会达到的 但是你不要以为西方是在多么遥远的地方 其实西方很近 就在我们的心头 否则西方那么远 要怎么去 林中念佛 那句佛号就在我们的心头 有位居士请问老和尚 我们念佛能不能见佛呢 老和尚答道 不能 大士智菩萨念佛原通章说 若众生心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这又怎么说呢 对 老和尚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自信佛是无色相 曹三应该怎么拜才能如法呢 要专心一意 慢慢拜 要万元放下 不要挂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